这里是离皇帝最近的神秘机构 是清王朝的权力中心 他们常伴皇帝左右 享有无限恩宠 更有无数风险 张廷玉说错话 怎样痛失配想太妙的荣光 那亲指挥战争失败 为什么引来傻身之祸 于敏忠打探皇帝隐私 招来怎样的灾祸 军机张经泄密 纪晓兰如何通风宝信 和珅重拳查摊之后 又怎样变成巨摊 风云变幻军机处 清朝中书说重案 历史学者袁灿兴 将为您揭秘军机处重案 系列节目 敬请关注 他是清朝康庸前三朝明臣 他和他的父亲张英 被称作父子在相 他参与创建清王朝的中书机构 军机处 劳苦功高 雍正皇帝甚至特别加恩 给他百年之后配想太妙的 至高荣耀 但这个一生谨慎的官场老手 却在高老还乡之际得罪了乾隆皇帝 不仅落得被革职抄家的下场 甚至先帝批准的配想太妙的待遇 也被取消了 他究竟干了什么事 导致乾隆皇帝雷霆震怒 曾经显赫一时的家族 又因此遭遇了怎样的变故呢 系列节目军机处重案 特邀历史学者袁灿兴 为您讲述 张廷玉争名风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军机处它是大清王朝的独创 它代表着中国古代 权力政治建设的最高峰 在军机处的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很多重案 在本次节目中 我将与观众朋友们一一分享 军机处它是大清王朝的中苏机构 它在清雍正年间 由汉人大臣张廷玉辅佐 雍正帝创设 由于创设军机处有功 张廷玉被涉予了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耀 这个荣耀就是配向太庙 太庙是中国皇帝的家庙 只有那些立下汉马功劳的大臣 才能够进入太庙 与皇室成员一起享受祭祀 在清代历史上 只有26个大臣获得了这项殊荣 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项殊荣的难得 26名大臣中 有23人是满人 有两人是蒙古君王 唯一的一名汉人那就是张廷玉 他还是唯一的一名没有爵位的汉人大臣 其他的大臣能够进入太庙的 都有王 侯 郡王 伯这样的爵位 张廷玉没有 为什么张廷玉是唯一的汉人 而且是唯一的没有爵位的汉人大臣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回到雍正朝 回到军机处的创色 雍正帝在激烈的皇权斗争中胜出 当上了皇帝 他发现皇权并不他所想象的那样 可以肆无忌惮地挥舞 他仍然受到一些机构的制约 比如清入关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义政王大臣会议 再比如 阎席明代创色的内阁 雍正帝他是一个前刚独断的人 他不希望受到任何的制约 他想享受权力带给他的快感 他想创色一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机构 这个机构可以高效地处理政治事务 但是又绝对地忠于皇帝 带着这样的目标 他创色了军机处 军机处设立于雍正七年 最初主要是处理紧急军机要务 辅助皇帝办理政务 但很快就发展成清王朝的权力中枢机构 并一直延续到清末 军机处总览国家军政大权 算得上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在军机处工作的军机大臣和军机张经 由皇帝直接任命 他们的品级一般不高 但权力巨大 那么雍正皇帝做了怎样的设计 从而让军机处完全被皇帝掌控 让军机处成为只对皇帝负责的秘书机构呢 而军机处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呢 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让军机处成为皇帝的私有机构 军机处它的方方面面都带有皇帝私有的属性 军机大臣的任命没有任何的程序要求 皇帝喜欢谁就可以用谁 军机大臣也没有年龄的要求 也没有资历的要求 你比如和声 他从一个普通的御前侍卫成为军机大臣 只花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再比如乾隆朝的首席军机大臣傅恒 27岁就成为首席军机大臣 军机处它的地理位置也比较特殊 观众朋友们如果去过故宫 进入隆中门 我们就会发现是进入了内庭 而一进入隆中门 我们就会看到两排房子 这两排房子就是军机处的值班房 将军机处设在隆中门内 设在皇帝的寝宫养心殿的旁边 也说明了军机处它的一个私有性质 军机处它的经费来源也比较特殊 它不像其他国家机构那样 是从户部开销 而是从内务府开销 内务府这个机构相当特殊 它是负责皇家事务的一个机构 皇帝的私人财产 小金库也交给内务府掌控 由内务府来负责军机处的经费 也说明军机处的私有性质 打个比方 军机处就好比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 在皇帝的身边为皇帝服务 而皇帝他有时也会敲打一下这个仆人 以提醒他不要懈怠 不要伸出异心 张廷玉虽然是军机处的奠基者 军机处的元老 在他的晚年 为了退享太庙这个殊荣 被乾隆皇帝给狠狠敲打 最后抑郁而终 张廷玉他的来历很不简单 他的父亲叫做张英 我们说父子宰相 就是指张英与张廷玉 张英有个典故很有名 六尺像 他在同城老家有个宅子 宅子与邻居家一个弄堂 两家发生争执 张英笑了一笑 说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金油仔 不见当年秦始皇 邻居受他感染 也让了三尺 所以形成了今天著名的六尺像 张英为张廷玉奠定了 良好的从政基础 当张廷玉在29岁考中进士之后 张英就向康熙帝提出辞职 要求返回老家养老 康熙帝就许可了 拧走之前 张英跟康熙帝讲 皇上 当年您曾经赏资给我一首宅院 现在我要走了 这首宅院我还给皇上 康熙帝跟他讲 宅院不用还了 留给你两个儿子在北京居住 正见亲子 如见亲 看到你两个儿子就像看到你一样 张廷玉的父亲张英不仅跟康熙皇帝的关系好 是康熙朝的名臣 他也是雍正皇帝的老师 可以说父亲张英为张廷玉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但张廷玉后来在官场的飞黄腾达 行稳致远 最终还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与才华 那么张廷玉有什么过人之处 让他深得皇帝器重呢 我们俗话讲 打铁还需自身硬 张廷玉考中进士之后 被选入汉林院去学习满文 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 张廷玉废情忘食 刻苦万分 三年学完 熟练地掌握了满文 被康熙帝所重视 此后不论是康熙帝去江南巡游 还是到塞北打练 都将张廷玉带在他的身边 张廷玉仕途也是一帆风顺 四十五岁就成为内阁学士 时间进入了雍正朝 在雍正朝 张廷玉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舞台 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康熙帝去世之后 雍正帝为康熙守灵 守灵的时候 要趴在地上的 这个时候国家的政治事务 每天都必须处理 雍正帝就临时 口头发表指示 张廷玉就在雍正帝的身边 趴在地下 将玉子很快就离出来 离得玉子符合雍正帝心意 雍正此人虽然为人多变 但整个雍正一朝 他始终信任 没有任何减弱的 那就是张廷玉 有一次张廷玉 生病没来上朝 雍正帝就跟大臣们讲 说我胳膊疼 满朝文物就很惊讶 说皇上 你的胳膊不是很好吗 雍正帝就讲 今天张廷玉没有来 我的胳膊没有了 张廷玉一次 返回同城老家探亲 临走之前 雍正帝送了他一个如意 象征往来世事如意 张廷玉就要写一颗谢恩的责责 雍正帝在谢恩的责责上 披上了一番热麻的表白 说郑登基以来 每天陪在郑身边的 从来没有离开过郑的 就只有你张廷玉 你我虽然名义上是君臣 秦童兄弟 这种热麻的表白 一般的帝王说不出来的 因为对张廷玉的绝对信任 雍正帝将王朝内母 一件最大的秘密 告诉给了张廷玉 这个最大的秘密是什么 那就是未来的基班人 雍正帝汲取了康熙朝 提前设立皇太子 带来政治争端的弊端 于是他决定采取秘密建筑制度 未来的基班人是谁 只有皇帝知道 同时他将基班人的名字 写在密子中藏好 到了雍正八年 这一年雍正突然得了病 以为自己就要死掉了 赶紧将张廷玉喊到公众 告诉张廷玉 基班人是谁 但是这一年雍正帝并没有死掉 于是张廷玉就成了王朝内部 第二个知道这个惊天秘密的人 张廷玉他是一个谨慎的人 你给他添大的胆子他也不敢将这个王朝内部最大的秘密说出来 但是透过张廷玉的往来 透过他的交往 我们可以看出蛛丝马迹 在雍正的皇子之中 他与皇世子弘厉关系最好 两个人不识 诗词往来 弘厉此人 生平最喜欢写诗 弘厉曾经出版过一本诗集 请张廷玉给他作序 张廷玉在序言中吹捧弘厉 以天兽之财 伯古通经之学 天兽 天赐的才华 伯古通经 通晓古经 这个吹捧绝对是过分了 天兽二字 不言而喻 也正是在雍正八年 雍正帝授予了张廷玉 配享太庙的殊荣 雍正帝夸奖张廷玉 说你的功劳 在江长汉马之上 在那些立下军功的武人之上 张廷玉忠心辅佐康熙雍正 劳苦功高 雍正皇帝给他配享太庙的 至高荣耀 他也成了清朝历史上 唯一一个享受这个待遇的 汉族大臣 这是张廷玉最感动 也是最看重的荣耀 俗话说 一朝天子一朝臣 当雍正皇帝驾崩后 张廷玉还能否得到 乾隆皇帝的重用呢 张廷玉最值得骄傲的 配享太庙的荣耀 为什么又给他带来 格职超家的恶运呢 系列节目 军机处重案 各邀历史学者袁灿兴 继续为您讲述 张廷玉争鸣风波 到了雍正十三年 这一年雍正帝在圆明园 突然去世 雍正一死 满超雾毒乱了手脚 大家不知道 鸡班人是谁 正在大家手忙脚乱的时候 张廷玉站出来 说我知道鸡班人是谁 鸡班人写在一个秘词里面 当年我还曾经看过秘词 知道秘词是什么样 让太监总管立即找出来 太监总管将秘词找出来之后 张廷玉自告奉勇 打开秘词 当众宣读 以弘烈为继续人 这就是乾隆记 乾隆记登基之后 为了感谢张廷玉的拥戴之功 第二天 他公布了一道遗招 遗招是什么呢 遗招是老皇帝的遗嘱 老皇帝临去世之前 写个遗嘱 既是对自己一生工业的肯定 也是对新皇帝合法性的肯定 同时还交代一些重要事物 永生帝突然去世 没有来得及留下遗招 所以乾隆帝以他父亲的名义 写了这个遗招 在遗招中 乾隆帝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 写进去了 而遗招是要向全国公布的 要向各藩属国公布的 将张廷玉的配享太庙的资格写进去 乾隆帝正是在向张廷玉保证 先皇给你的一切 证全部给你 在乾隆朝的早期 乾隆帝一改他父亲 比较刚猛的执政风格 以宽和为主 这个时候的君臣关系比较融洽 大家日子都比较好过 张廷玉也得到了乾隆帝的宠幸 他的儿子考中近世 被提拔进入南书房 他自己被赏了三等博的爵位 因为对他厚爱 乾隆帝命令内务府 在皇宫内给他专门修了一个小房子 让他可以休息 儿子房子他都有了 张廷玉可以说是红得发紫 但是张廷玉他没有膨胀 张廷玉这个人他一身谨慎 他这样的一个人 物质意外很低的人 他也有看不开的地方 那就是明 在军契处之中 张廷玉的排名一直处于第二 乾隆朝初期 以俄尔泰为首席军纪大臣 俄尔泰是个老臣 功劳显赫 张廷玉对此也无话可说 二人在军纪处中的关系很一般 经常处于冷战状态 俄尔泰去世之后 乾隆帝挑选了年级轻轻 三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 乐清 担任首席军纪大臣 乾隆十三年 乐清因为在前方指挥作战 私利被处死 乾隆帝挑选了他的小舅子 二十七岁的傅衡 接替乐清担任首席军纪 也正是在乾隆十三年 这一年张廷玉已经七十七岁了 他长期被小伙子们给打压 他心中也有所不快 他有一次在军纪处写公文的时候 将毛笔一扔 长叹一声 精力静一 没有精力了 所以在乾隆十三年 他跟乾隆帝提出辞职 要求辞职返回同城老家养老 乾隆帝挽留了他 乾隆帝希望他留在军纪处 一来可以辅佐 他年轻的小舅子傅衡 二来张廷玉是三朝老臣 留他在身边 也是军臣关系融洽的象征 为了挽留张廷玉 乾隆帝说了一句话 他说 配享太庙的大臣 是不可以回家养老的 但是乾隆帝没有想到 他这句话被外界反过来解读 外界将他解读为 你张廷玉想要回家养老 就必须去掉你 配享太庙的资格 外界对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 有很多的议论 满人大臣认为 满人大臣能够进入太庙 享受祭祀 靠的是战场上的战功 你张廷玉没有战功 你不配 汉人大臣也不满 汉人大臣认为 你张廷玉靠笔头功夫 能够获得这个殊荣 而笔头功夫 比你张廷玉强的汉人大臣 多了去 凭什么你张廷玉可有进 其他人不能进 曾经就由汉人大臣主动上奏 请求霸取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 外界的诸多议论传到张廷玉这里 这让他深感焦虑寝食难安 此时的他已经是年逾七十的老翁 金钱权势等俗世的欲望 他都已经看淡 他唯独看中的 就是先帝雍正许给他的 配享太庙的身后名 乾隆皇帝能否信守承诺 保证让自己配享太庙呢 张廷玉有点不放心 为了达到目的 他竟然提出了一个让乾隆皇帝 雷霆震怒的要求 这个要求为何让他晚节不保 最终落得被革职抄家的悲惨下场 系列节目《军机处重案》 特邀历史学者袁灿兴 继续为您讲述张廷玉争鸣风波 外界的议论传到了张廷玉的耳朵里 张廷玉这个时候年迈的老翁 满心焦虑 他什么都可以不在乎 他就在乎这个身后名 到了乾隆十四年年底 张廷玉再一次向乾隆帝提出辞职 这次乾隆帝许可了他 当乾隆许可他辞职之后 张廷玉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他当场跪下对着乾隆帝痛哭 说外界对我配向太妙这项殊荣 有各种议论 我也很忧虑 担心我死后不能获得 配向太妙这项殊荣 能不能请皇上给我写一个保证书 乾隆帝一听内心翻江倒海 怒气冲天 但是他压下了自己的怒气 如果他对张廷玉发怒 那不证明了他不想给张廷玉这项殊荣吗 他大度地安慰了张廷玉 给他写了一首御诗 安慰他 又给他写了保证书 张廷玉回到家中 拿着皇帝的诗 看着保证书满心愉悦 尘埃落定 结果人一欢喜就容易出错 张廷玉出了一个礼节上的大错 按照清代的理智规定 当皇帝给陈子特殊殊荣的时候 陈子们要到紫禁城大门前面去献恩 而且要亲自前去 大概是年纪大了 腿脚不方便 而且冬天比较寒冷 张廷玉就没有亲自去献恩 让自己的儿子帮他去 乾隆帝第二天知道 张廷玉没有亲自献恩之后 大发雷霆 他指责张廷玉 说你张廷玉之罪 不在于你不亲自前来献恩 而在于你不信任正 正对你张廷玉 四世推心自负 你反而反过来要挟我 请我写保证书 你张廷玉如此作为 得罪了天地鬼神 然后乾隆帝又流露出了 他的真实想法 那就是你张廷玉不配 获得配奖太庙这个殊荣 乾隆帝又对张廷玉讲 你张廷玉负政 政不负你张廷玉 于是他将张廷玉 三等博的爵位给剥夺 同时准许他以大学士的身份 保留配奖太庙的资格 回乡养老 对张廷玉这样的老人来讲 经历了这一番敲打 他在京城中生活 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 他如同惊弓之鸟 只期盼着早点回老家 到了乾隆十五年 在朝廷内发生了一起大事 这一年乾隆帝的长子 永皇去世 张廷玉是永皇的老师 在永皇葬礼结束之后 张廷玉立即跟乾隆帝 写报告 说我回家养老 乾隆帝正沉浸在上子之痛中 他立即爆发了 大骂张廷玉 说永皇是你的学生 人刚刚死 你就想回老家 你还有人性吗 你还有人心吗 你如此作为 不要说正 就连正的先皇 雍正帝如果还活着 看到你今天的作为 一定也会大怒 一定也会罢免你 配奖太庙的资格 于是借着先皇雍正的名义 这一次 乾隆帝正式地霸出了 张廷玉配奖太庙的资格 霸出了张廷玉配奖太庙的资格 乾隆帝还觉得不够解恨 这时差好张廷玉的倾家 朱全担任四川学政时候的贪腐案案发 乾隆帝就指质朱全 说朱全你是当年吕流良案的余党 而朱全与吕流良唯一的关系 就是二人是浙江同乡人 其他再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吕流良案又是张廷玉主审 乾隆帝就指质张廷玉 你知道朱全是吕流良案的余党 你还和他继承亲家 你是何等居心 借此乾隆帝下令查抄张廷玉家产 以张廷玉家产为朱全赎罪 然后乾隆帝又继续敲打 张廷玉的亲友 在官场上的均遭到了敲打 到了乾隆朝中期 张廷玉家族基本上没有人做官了 曾经圣吉一时的同城张家 也就此走下坡路 在接连敲打张廷玉之后 乾隆帝许可张廷玉回家养老 张廷玉返回同城养老 过了六年之后他去世了 我们可以想象这六年之中 张廷玉心境是何其其良 他最重视的身后名没有了 他在他的自编年谱中 他只编到了乾隆十四年正月 之后再没有编 在他的自编年谱中 我们所看到的全部是往昔的荣耀 六年之后 张廷玉带着无限遗憾去世了 张廷玉一死 乾隆帝突然感觉 当年做得是不是太过分了 于是又赏还了张廷玉配享太妙的资格 乾隆帝还解释 这是先皇赏给你张廷玉的 正不忍违背 张廷玉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 赏给他这项殊荣 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张廷玉生前曾经有首诗 万里长城万里空 百事英雄百事梦 配享太妙这项殊荣 对于张廷玉来讲就是一场梦 一场空 张廷玉一身谨慎 辅佐三朝皇帝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不贪图钱财 不追求享受 但是他仍然被申后名给舒服 为了这个申后名 他几连出措 要求皇帝写保证书 又没有去亲自献恩 导致乾隆帝的敲打 最后被剥夺了这项殊荣 回到老家抑郁而终 张廷玉的经历 给我的感觉就是 在人生之中 如果能够跳出来 跳出名利的束缚 我们也许会看到 更美的风景 获得更好的发展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为了平定大金川叛乱 乾隆皇帝先后派云贵总督 和首席军机大臣出兵怎样 但朝廷官兵为何屡战屡败 众不敌广 乾隆皇帝将首席军机大臣 和云贵总督匆忙处死 又暴露出他怎样的心态呢 下期节目中 袁灿兴将为您讲述 军机处重案第二集 吃败仗杀首席